你今天 愉人吗 Hello 大家好 我是水风刀 这次的主题是 专门分享给社会新鲜人的 面试攻略后篇 借由上集 相信许多人拿到面试通知了吧 不过后面还有更重要的难关等着你 我们 开始吧 面试前 在见到HR前 有几项重要的事情 你必须要做 穿着正式对于面试 是表达认真且尊重的态度 男生穿着整套西装 女生穿着套装 整体来讲 干净 整洁为主 如果你是应征工程师 则不需要穿着整套西装 因为对方更注重的是你的技能 不过虽然我是这么说 但是还是穿上整套西装吧 这代表你对这份工作的重视程度 也会让面试人员认为你很尊重 2 准备工作 在面试前请一定要先调查一下 你要面试那家公司的资讯 Google 论坛 亲朋好友等等 将公司的性向测验 考古题 职务内容 公司文化 工作中可能会遇到的问题等等 将这些资讯收集起来做准备 如果你愿能了解这家公司 对你来说胜算就更大 3 补充资料 事前也得准备好一份履历带过去 此外也带上你的作品集 在面试时主动将你的作品集交给面试官 这样在面试时更能让面试官了解你这个人的经历 也能够把握主动权 让对方以你擅长的技能或是方向来做提问 面试中 在经历一些纸笔测验后即将来到面试的重头戏 以下几点则是需要注意的 1 维持自信 面试官你好 很高兴认识你 水方道士吗 对 好 请坐 尽管有再好的履历 如果你面对面试官的时候总是支支吾吾 那也只会让你回家再努力 我是属于一个很会表达自己想法的人 这是因为我会先将自己定位在 我不只是来面试 我是想要与对方沟通 想要为自己的未来订定好的基础 而多数人害怕的原因则是太会怀疑了 怀疑自己不够好 怀疑自己没有能力胜任这份工作 但是HR已经让你参与面试了 就代表你早有一定程度 2 期望薪资 那么你期望薪水是 这边就得请各位不可们 权衡自己的价码在哪里了 可以在履历上面 先打上自己的期望薪资 在这之前也能够多面试几家公司 来看看自己的市场行情在哪 有自信的人 就直接提出自己的期望薪资 薪水要提一个自己不会后悔的 多询问下已经在行业中的学长姐们 她们拿的薪水多少 就可以当做你的参考值 3 自我介绍 好 那请你自我介绍一下 自我介绍时可以采取主动方式 从我是谁 我为何要来面试 我对工作的期望开头 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顺序可以如下 姓名 学校 特别经历 为何来面试 期望 不过对于很多面试机会来讲 不同的面试官所看重的点 也会不一样 有些面试官会对你的特别经历感兴趣 会想要了解你遇到的失败 挫折后的应对方式 又有的很注重你学校所学的技能 会问你相关产业所需的相关知识 最主要的还是要能够做到 应对如流 见招拆招 这就很关系到你对这家公司的了解程度 以及你对自己的了解程度 面试上一定要表达出认真且有礼貌的态度 保持微笑也是很重要的 4 提问 好 那你有什么问题想问我 我想问的是 这个职位最需要的核心技能是什么 需要什么样的特质 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在于你面谈之中 就是你最想要知道的东西做提问 一来扫清你内心的忧虑 二来是能够抓住这个主导权的机会 三来是能够知道面试官所想要找的人的方向 不管面试官如何回答 都可以在深入询问 问问题的用意则在于让面试官了解你 是不是真的了解此次面试的含义 最后对于不同行业面试所需要注意的事项 也会有所不同 外商可能注重细节 国企可能更注重学历等等 面试只要能保持平常心 且将自己的特长与公司职务相符的地方重复强调 保持微笑给予一种利落感 相信你也能找到你心目中的工作 好 这部影片就到这边告一段落 最后要问不可门的问题是 你都如何准备面试的呢 底下留言告诉我们 让你生活得更聪明 你今天 越了吗 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的话 请分享你身边所有的朋友 赶快分享给需要面试的朋友吧 保持按赞 留言 分享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